大哥 关于最近网上说跳水冠军 悬红蝉这件事你有什么看法呢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人 富在深山有远亲 贫居闹市无人问 你看他妈病了 他跳水的时候 他妈都住医院都花不起钱的时候 没人给他们家掏一分钱 等他拿了冠军了 他们家来多少人 你没看这报道 我看过 都是认亲的 你是我大姑 你是我大姨 你是我大姐 哎呀 那就是中国人 怎么说呢 中国人那个丑态 表现得太强了 丑态摆住了 对 真的有时候人就是这样 是 我都干上过这种事 咱就是说 我以前上班的时候 很一般 人都不搭理我 后来我说 我办个出国吧 我出国了 我都到机场了 电话就给我打起没完了 挖了挖了挖了 我都不接 最后就得让你接 我说你不都不理我吗 以前 看不起我 因为我出国了 等我回来了 回来我说找工作吧 你不是还找我吗 你不愿意跟我联系吗 我说你不是什么官吗 你给我帮我找工作吧 是啊 那我管不着 哎呦 你回来了 他不想 你不如我了 哎呦 那 你说你帮我什么 那我管不着 很直接 那是啊 那很直接的告诉你 哎呦 那他哥那不就是赤裸裸的这件事吗 对呀 所以说 这给我的感觉就是特别特别的深 印象 对呀 你看我都到机场了 都都过了安检了 那电话还响着呢 我就不接 最后还响着 最后换一电话 我一接 哦 我说干嘛 有什么事吗 没事 你那出国了 出国怎么了 有事吗 哎呦 那个 这跟你说点客气话 这那的 说白了就是 哎 将来混好了 想着我 哎呦 是啊 是吧 等我干了几年 我回来 没没没我过得好了 嗯 我说那没你过得好 我说你不是 是啊 啊 那看你 啊 你要是 国家高级干部啊 好 我说你能帮我找工作吗 那等于林总是跟您撑撑到地了 呵呵 最后远 人家就很直接的 你 那个我管不着 那这人情的这个 没有 这人情冷暖 怎也没有啊 哪有人情冷暖啊 啊 啊 是不是 亲情都没有 比如说人情了 哎呦 知道吧 所以说现在 嗯 人还得活着自己强大了 真是 才能让人家看得起你 是啊 你自己不强大 人家永远是欺负你 是大哥听过您这些事啊 就是自己有本事 谁都拿不成 所以你看上红我就说 必须得自己有本事 是 是吧 你没本事人家就踩过你 你看你要是几个人坐一块吃饭 嗯 其实他最美本事他踩过你 哎呦 他就怕你比他强 是啊 这种人现在都是很多的 所以说我们现在出去一般的话出去我们都是会选择人一块出去的 一块吃饭 咱们就是别抬杠 哦对 这是最好的 对吧 你非要跟我抬杠 你这也不如我那也不如我 那我跟你聊什么呀 没这么说 对不对 所以说就躲这些杠精啊远一点现在 而且交朋友还得看清楚本来面目 什么是真朋友 什么是真朋友 什么叫朋友啊 是不是啊 是 都是利益 哎呦 真的 人真这一辈子有一两个好朋友 就不容易 那真是难得 是吧 人家好多东西都是都是利益 是 你好的时候都巴着你 哎呦 你不好了 全踩的 哎呦 落井下石了 对 哎呀 你这也不行 你说那你也不行 我那你也不行 你什么都不行 哦 什么都不行 什么都不行 你全行 我我现在弄得我都无语 你们全行 全行 对不对 你这东西现在 哎 你你你 人家就说了 你将来最优费 也就一千五 超不过一千五的 哦 我对对对对 是 是吧 那我现在 我就是两千块钱 我也不跟你借 对 没求他什么办什么事 对 所以说他就想踩过你 踩过他自己 是 你所以说这东西吧 你没法跟他 跟他去踩杠 跟他解释 所以他哥自己过好自己的日子 对 现在就是一个月 你看我现在一个月就两三千块钱 花的挺好 真是